这个是一个心脏超生的报告 是女53岁 对不对 然后结论呢是 有一个叫做软眼孔未必 右向左分流半定量为一级 然后医生的建议呢 就是做手术 把这个软眼孔未必 这个孔啊 心脏里面有一个孔堵住 对吧 就是这个风堵器堵住 那个要好几万块钱了 好几万块钱嘛 你想一回 可我估计一万块钱 就做一个手术 医生可以拿一万块钱 对吧 我不是说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原因 就简单的否定手术 我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因为软眼孔未必呢 这个孔未必呢 可能发生的人数呢 是比较多的 有说法是百分之二十 如果全世界七十亿人口 就算八十亿人口 百分之二十就是二十亿 对不对 二十亿人做这个手术 然后医生可以拿一万块钱回扣 一万块钱的话 这个是又不交税的了 因为灰色收入 黑色收入 对吧 不交税的 就净赚的 也就是二十亿人 每个人可以医生 可以拿一万 就是二十万亿人民币 开玩笑啊 这个全世界 多少国家的GDP 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值啊 对不对 这个日子太好过了 发财发了太恨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但是呢 也不能说仅仅因为医生赚钱 就否定 对不对 我们还是要从病人的利益来看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软眼孔未必呢 这个有很多人 大多数人就是一辈子也就没什么事 没什么症状 那就何必要做这个手术呢 我不是指这个病人一定手术或者不手术 我是指这一类问题 对不对 你要结合情况 不能仅仅依据软眼孔未必 就一定要做手术 对不对 那么这个意义呢 是比较特别的重要 因为为什么呢 我说了 这个做一个手术 医生可以拿一万块钱 对不对 而且软眼孔未必发生的人数是20% 那这个生意赚饭天了呀 对不对 所以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如果确实 他有症状啦 比如说头昏啦 这种东西啊 偏头痛啦 这种东西 脑梗的即将 因为这个原因容易导致脑梗 如果做个判断出来 有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那还是要做的 该做要做 这个医生 他要赚一万块钱 还是应该让他赚的 我是这个意思 是就是说不能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而做手术 好吧 尤其是他这个半地联务印记呢 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 当然还是要结合患者的情况 所以呢 我这个视频呢 不是针对这一例的 我是针对这一类问题而言 我这个人也不答应 那么这就会让他来到这边 我这就会让他来到这边 知道吗 我这就会让他来到这边